的日空 我除了解你們 真的有一點揀不住 著名喔 因為是誰來白我只吃一樣看天欲 我真的看得太明顯了 我像看了一下 我發現不行不行 我哽咽了 我轉過來看這邊大節目 更清楚 走在正中間 我看到我爸畫一面熟悉 那這場你也唱了比姐最難忘的片段 應該是全部吧 我是因為很愛家人 所以每次家人這個Part 踩起來的時候是從來沒有辦法 把歌唱完都會哭 那我覺得我今天都比彩排的時候做得更好 我除了姐裡睡的媽真的有一點點不住 因為是誰安排我姐坐在第一排的 我真的看得太明顯了 我這樣看了一下我發現不行不行 我哽咽了 我轉過來看這邊大屏幕 更清楚走在正中間 然後深呼吸幾口氣這樣子 所以還是讓粉絲幫忙長了幾句 那我覺得我很棒 因為我彩排的時候是 一聽到姐姐拉拉拉 我就後面都絕不不行 然後 我看到我爸畫那麼小心 但今天我把人很好喔 因為我知道大家也喜歡這首歌 所以我想好好的把這首歌唱完 對 把感性 我一直提醒自己要把感性 就留在彩排的時候 然後要好好唱歌 我跟妳講 剛剛本來跟徐媽也要唱一首歌的 然後因為今天辛茹又來了 本來要為華燈初上唱一首歌 沒有唱到時間不夠 我們想要再唱 好聽 我是不是還可以 我是不是還可以再唱五個小時 可以 妳憑姐一講真的不夠 我真的很後悔 我下次真的會連辦兩張 辦在那個Legs 怎麼 蛤 太小了啦 米粉的急爆了 你們今天看演唱會 應該有發現 我的個性是喜歡近距離 對 像朋友的talking 我覺得 那是很像聊天一樣 對 我覺得小巨蛋就是 導演一直在cue我 要大氣 要大氣 不要下去 不要太高興 你就Stay Stay在那個星星的正中間 我就很想下去 回去 回去出舞台 我就 我怎麼覺得要認得錯了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聽一直有導演在cue我 所以我一直說好 好 其實我不是在跟粉絲講話 在跟導演說 好 好的 好的 那我覺得我們一切 要在期待的一切 在看演唱會 你現在要趕我走的意思嗎 我跟你講 因為我 因為我真的是 三十二年第一次辦公演演唱 所以我今天在台上畫很多 現在畫很多 就是很多話 還想要講 然後 都講不夠